公然對獨立機關下指導期 但蘇貞昌似乎忘了 2006年2月 呼應各界期盼 獨立超然的NCC成立時 隔魁也是你 他現在卻要反其道而行 讓他變成民進黨聽民進黨的話 或者是聽執政黨的話的 這樣的一個機構的話 那他當然就是自己打臉自己 蘇院長跨時空打臉自己 不止頭一招 我都阻隔過了 不會再入閣了 選前才說不會入閣 選後輸了快30萬票 一轉頭三個月就食言二度入閣 美國華盛頓總統 可以選第三次而不選 抗拒誘惑 樹立典範 這是民主的真水 我 曾昌不敢違逆 打臉自己不只是節目上 就連在神明面前 同樣沒誠信 法案公發誓不選第三次 八年後又接受徵招 角逐新北市長 半年之內 如果全民沒有感受到 治安好起來 我 蘇貞昌 辭職下台 第一次監隔會時 派項鋪掛保證 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半年不到就發生 蘇澳遠景欠錢搶劫 以及花蓮七口滅門血案 蘇貞昌不僅沒退出政壇 現在還回鍋擔任行政院長 你說不接隔魁也接隔魁啦 你今天說假的事情都是假的 你跟我講說 你要來澄清假消息 你先把自己這個假先砍掉 才有公信力嘛 蘇貞打點自己經驗豐富 要說假新聞 刮別人的鬍子之前 最好先刮刮自己的鬍子 解釋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